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的精气神已经提升到了巅峰 而且每一击都将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他以往生命中大部分作战的经验 此时都已经不适用了 无论是他之前修炼的武艺 还是他在江湖上与人较量 都有虚招和实招之分 之所以会有虚招 是因为江湖上的对手多半会躲避你的攻击 而虚招的意义就是引诱对手做出闪避 然后趁机攻击敌人的其他要害 但战场上的招式不再有虚实之分 每一招都必须全力以赴 尤其是眼前这些汉勇无比的女真人 用的都是以命换命的打法 根本不做闪避 若是不能一招置他于死地 自己很可能就要命丧当场了 而且往日使劲面对的敌人 无论是官兵还是山贼 只要被他手中铁棍打断了手脚 便只能倒在地上哀嚎 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更多的人甚至看到了同伴的惨状 就吓得掉头逃跑 然而眼前的这些女真人的战斗意志 却仿佛完全不受痛楚的影响 即便打断了她的膝盖 她依然会对你刺出致命的一刀 因此只要敌人还没有断气 就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使劲已经看到 不知道多少武军因此而死去了 战斗打响了一个时辰后 城墙上的厮杀已经彻底白热化了 无论是个人体格 杀敌技巧还是战斗意志 金兵都要比武军高出不止一筹 他们就这样凭着强大的战斗力 硬生生地将战械推向了城墙 使劲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刀刀剑血的战斗 哪怕是在凉山如日中天的时候 喽啰们也没有足够的战斗意志 制成如此激烈的厮杀 使劲杀了大概十几个人的时候 陈秀卿永远地倒在了雪坡里 使劲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 身上挨了两刀 好在他武艺高强都避过了要害 三处伤口都只是轻伤 然而激烈而疯狂的战斗 所带来的压力 已经把城墙上的所有人 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每杀一个人 使劲都能感觉到精神与体力的巨大消耗 女真人的攻势几乎无穷无尽 就像永不止息的巨浪 不断地拍打在新周城 这块已经摇摇欲坠的礁石上 有好几次城墙差点就要失守 前来主将调集大批人马 从城内杀上城墙 才又把精兵压了回去 但即便如此 战况还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断地恶化 无论夜门关 朔州 代谢还是新州的首将 他们此前或多或少 都听说过女真人的 勇猛善战 但在与金军正面交锋之前 他们心中都还是有着一定的自信 然而他们的自信 每一次都是这样 在敌人疯狂的攻势下迅速崩溃的 这一战 共有五军四万八千人镇守新州城 对阵完颜宗汉所率领的三万两千名金兵 和一万余辽人 金军八月初六包围了新州城北门 在初期清晨驱赶着上万名百姓 对北门展开了猛攻 由于攻势异常猛烈 把守北门的五军很快就陷入了苦战 一个上午的激战过后 金兵分出两队骑兵绕过新州城 东西两侧城墙向南进发 在此过程中向东侧城墙发动了阳攻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新州城南门 对南门发起了猛攻 由于北门战况告急 绝大部分守军都在北侧城墙上苦战 南门一直疏于防守 带到守军发现敌人的意图匆匆增援南门时 机动性惊人的金国骑兵已经杀到南门外 发动了攻势 一战查后 南门被禁兵攻破 断绝了城中军民弃城而逃的希望 新州城陷入了惨烈的巷战 一个半时辰后 新州城北门失陷 整座城池被战火彻底淹没 夕阳染红了天际 浓黑的烟柱从烈焰中升起 混乱的厮杀声与惨叫声响起在耳机 战马冲过来时 男子手中长枪 枪尖点地 双脚稳稳地定在地上 刺提翻飞的战马如惊雷般 静直向男子撞来 鼻孔中喷出的白气 清晰可见 眼看下一瞬就要将男子生生撞飞 却见横光一闪 男子手中的长枪 刺穿了战马的喉咙 心血喷涌而出 战马一声长嘶 悔然倒地 马背上的骑士被甩飞了出去 然而由于高速带来的巨大惯性 战马的尸体还是带着不可阻挡的距离 推着男子冲向巷子的尽头 轰然巨像 尘土飞溅 一个木架被撞塌了 巷子里一片狼藉 骑士亮枪着站起身来 正努力地想要透过漫天灰尘 看清巷子里的情景 铁艇刷的一声 一杆长枪已经刺穿了他的喉咙 他的尸体倒下之后 另一个人影才扶着墙壁 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他此时身上已是血迹斑斑 被擦伤的胸膛和脊背 暴露在破破烂烂的衣衫外 皮肤上龙形的纹身清晰可见 完了 已经完了 看着这座正在混乱中 步入毁灭的城市 使尽心中闪过了这个念头 这一天他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 也真正见识到了 什么叫压倒性的强大 在金兵面前 就连巨城儿手都数得一败涂地 在野外作战会是什么情景 就可想而知了 到头来 倒是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了 他最开始看到镇子里的百姓逃难时 原本也想过要逃 但那天听到前飞 他们说要去住周童一臂之力 他又一时冲动地想要去见见周童 结果现在七个人死的死 散的散 自己可能也要交代在这里了吧 他掏出了一块干粮 却只咬了一小口 然后开始努力地调整呼吸 以求尽量恢复体力 又一对士兵的脚步声传来 他翻墙而过 随后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出城的几条道路都已经被金兵控制 此时数万武军与城里的百姓 一起被困在新州城里 正在做着最后的抵抗 但城破之后武军士气一劲崩溃 覆灭只是迟早的事 新州城已经彻底完了 使散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 他翻过一堵院墙 落地后却见院子里血流满地 他猛地抬头 只见五个金兵手提钢刀 愣愣地看着他 刀尖上还滴着鲜血 狭路相逢 双方都是一愣 随后那五名金兵举起钢刀就杀了过来 使敬转身就跑 一个金兵挡住了他的去路 随后一刀劈来 使敬闪身避过 一记贴山靠将他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随后反手拔刀 直接切开了敌人的喉咙 然而此时其余四名金兵也已经围了上来 纷乱的刀光中 使敬手臂上中了一刀 正当他陷入苦战时 只见破风声呼啸而至 有人挥舞着大刀冲了进来 一刀逼退了那四名金兵 使敬乘机劈死了一个敌人 那人也挥舞着大刀杀了一人 一下两名敌人则被飞镖击中 倒在了地上 挥舞大刀的是一名高大粗犷的大汉 制出飞镖的则是一个中年女子 两人身上都是学技奔奔 看来都经历了激烈的厮杀 三人对望片刻后 那大汉开口道 是江湖上的兄弟 身手不错 要跟我们一起吗 使敬文言愣愣愣愣 又听那女子说道 你武艺不错 要来就跟上 说吧便转身就走 大汉朝他扬了扬手 走 跟大伙一道 总没你一个人好 使敬点了点头 狐疑地跟了上去 跑在最前面的女子身法极快 而且显然未尽全力 武艺应该不在使敬之下 而那名使大刀的汉子武艺也不入 他一边奔跑一边向使敬问道 在下双连山捧大虎 此时他也已经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去见周落前辈 恒大虎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诸同诸老前辈 他老人家尚在城内 使敬迟疑了一下 方才问道 嗯 没错 你看前辈那位 就是他身边的左温英左女侠 前辈召集我等江湖人 是准备谋活一件大事 或许是担心使敬不愿意加入 出于保密的考虑 恒大虎并没有说 周同具体要干些什么 此事凶险之极 但若能成功的话 便可阻挡金国大军进去南下 而若失败 就必死无疑了 兄弟 你可以一会儿见了他老人家之后 再仔细考虑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干 嗯 使敬点了点头 杀珍汉 他北上带现 又折返新州 为的就是这件事 只是当时 他决定跟前辈等人 一起去刺杀珍汉时 心中还是豪情万丈 而如今只过去了四天 再提起此事时 他心里已经止余下沉重了 此时新州城 已经陷入了激烈的象征 但城破之后 武军士气已尽崩溃 覆灭 只是迟早的事 一些金兵 已经开始在被占领的区域 烧杀掳掠 大批平民 从自己的住处里被赶了出来 随后便遭遇了灵虐与屠杀 不久后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原本繁华的城市 如今止于遍地火光 浓黑如墨的烟炙在黑夜中 依然清晰可见 厮杀与惨叫声 在夜幕降临后 也变得更加清晰 越来越多的武军 在城中战死 更多的士兵则在彻底丧失战斗意志后 被金兵俘虏 使劲跟着左文英与彭大虎 在街巷间快速穿行 他们沿途尽量避开城中的金兵 实在无法避开则速战速决 终于在经历了几次厮杀后 抵达了死刑的目的地 那是一处破败的庄园 外侧中有一片竹林 竹林内有四五个院子 中庭处还有一处园林 不过由于许久没有人打理 园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了 食堂也早已干涸 此时几个院子里都挤满了人 他们各负兵人 身上血迹奔奔 都是闻风而来 相助周同的江湖人 实际目测了一下 此时整个庄园里大概有上百人 身上多半带伤 还有少数重伤员 应该在今天白天都协助过官军守城 未免引来金兵 整个庄园里都没有生活 人们说话的声音也不大 一片漆黑的院子里静悄悄的 伤者偶尔发出的身影声 清晰可闻 此时正听前 一位老人正在为一个断腿的舞者包扎 正是名震江湖的铁臂榜周同 这位一代宗师 此时看起来与寻常的江湖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实际看了他几眼 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一边吃根粮 一边静静地修整 叶色越发浓重 城中的躁动却丝毫未解 某一刻 有人扶着一名伤员走了进来 使劲皱起了眉头 起身跟了过去 姐姐那个腿上受了重伤的伤员 果然就是前飞 使劲走到他身前 拿起伤药替他包扎了起来 全兄弟 是 是兄弟 前飞也认出了使劲 随后猛地揪住了他的胳膊 你去哪里了 哦 你过来了 陈兄弟呢 其他器人一路奔波 来到新州城市 已经只剩下了使劲 前飞与陈秀卿三个人了 将使劲与陈秀卿 安排到民副队里之后 前飞便打听周同的下落去了 不想知道此时 两人才得以重遇 使劲告诉前飞 陈秀卿已经在今天守城时 战死了 前飞黯然地闭上眼睛 在睁开时 悲怅地叹了口气 他在打听到周同的消息后 原本想要赶去北门 告诉使劲与陈秀卿 只是等他赶到时 北门已经被精兵攻破了 他一路奔逃途中受了伤 直到此时才被人救了回来 正说话间 周同的声音在不远处响了起来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575正 《坠序》第575正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